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运输航道之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台海爆发冲突了 其实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辽宁号跟山东号这两艘航空母舰 都曾经在台海出没 4月初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围台军演 那个时候中共军舰距离台湾200海里而已 最近山东号山东舰更是步步的逼近 距离台湾俄罗比甚至一度只有120海里 那还有美国的米利24号驱逐舰 跟法国海军的沐越号护卫舰 也接连地穿越了台海 展现对亚洲太平洋地区 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 不仅如此 美国还跟菲律宾举行了 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然后仅至这4月底 中国跟新加坡也宣布在南海联合军演 这摆明了就是要跟美国较劲 各国在亚太地区大秀军事肌肉 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 全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掀起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转折点就出现在2022年 这一年的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也就在那一天 后冷战时代正式告终 我们来比较一下 2013年全球前五大国的国防预算支出好了 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花钱不手软的第一名也不意外了 就是老大哥美国将近8000亿美元 在全球各国的国防预算占比 超过了64% 稳坐了半壁江山 紧接在后的是中国占了 大概两成左右 达到2300亿美元 第三是跟乌克兰交战 一年多的俄罗斯 国防预算高达了826亿 一样美元 那再来第四跟第五名呢 分别是印度还有德国 预算也高达有500多亿美元 这些国家有共通点就是他们今年 他们2023的国防预算 统统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且其实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 全球军备竞赛 从传统的陆海空 一路打到外太空 甚至还会出动AI无人机 无人舰艇机器构等等 我们一起来看各国政府 是怎么样砸钱来搞国防的 它们是我们的合理 和几年都正在中国 很多年多 从净海和澳洲国家 都华盛与作为共同 所以我们正在联络 由今天永统 我们开始自分 随着芬兰的国旗 在北约总部缓缓升起 国际壁壘分明的态势更加明显 小谷要在国际生存 除了外交结盟 更需要培植自身的实力 中国崛起为了防止领导地位被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加强部署 美国国防部预算创史上最高 2024年总金额来到8420亿美元 比上一个年度提高了3.2% 对抗的螺旋正在升起 我们在加上更加静态的力量 并且在我们的专业和专业的专业 这预算是在今年年预算 预算是9.1亿美元的预算 这预算是9.1亿美元的预算 被说中国威胁的台湾被经济学人杂志 是形容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是牵动这波军备竞赛的镇压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的国防预算也来到历史新高 预计在2027年 达到国民生产毛额的2% 我们正在国民生产的专业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升 中国的历史上升 和新的国家安全政策 你好 依马 日本和美国 现在正在对最重要的 和确实的安全地困境 在最近历史上的历史上 同样是亚洲大国 印度直接有国土接壤中国 中印关系更是让人物理看花 龙象各有各地盘算 The work report presented by Xi Jinping at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in October last year is a first-hand account of China's approach on everything from economic policy to diplomacy in pursui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key takeaway was China's willingness to use force to incorporate Taiwan 因应中国的军力扩张 印度除了积极加入国际联盟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在军备武器上更是悬求美国的支援 慢慢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 国防费的增长 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 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 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 是紧密在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军事的现代化 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反而是维护地区稳定 和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 中国2023的国防预算持续成长 来到国民生产毛额的1.2% 金额1兆5000多亿人民币 较2022年增加7.2% 比台湾多了11倍 能战才能和 只有备战的实力 才能有避战的权利 当台海成为地缘政治焦点 国际军事竞赛 已经从地球打到太空 不止俄罗斯眼性勃勃 美国前总统川普早在2018年 下令成立太空军 成为美国第六军种 北韩也在前不久 成功发射了首枚间谍卫星 中国跟俄国都具有摧毁 他国太空卫星的实力 包括利用反卫星飞弹 轨道拦截能力 电子波雷射武器等 太空战略部署 已成为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重点 那所以台海危机 到底有多紧张呢 最近美国又举行了一次 冰事推演 美国众议院的中国问题 特别委员会 冰推模拟 中国武力犯台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结果发现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美国就没有办法 再补给台湾了 这代表说 在任何危机开始之前 让台湾先全副武装 非常之重要 那身在暴风圈中心点的 中华民国台湾 今年112年 中央政府总预算支出 创下的史上最大规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一张的小朋友 到底都用在哪些地方 花最多钱的是社会福利 编列了7154亿元 占了26.3% 教育科学文化居次 支出编列了4900多亿 第三是经济发展 支出编列了4800多亿 占了17% 将近18% 那最后我们要来看 国防预算 也来到了3974亿元的新高 占比高达14.6% 那在两岸情势如此紧绷的此刻 军机升空 船舰出海平凡 台湾的武器装备的作业维持费 当然也就必须要大幅地增加了 如果还要再加上 特别预算跟非营业特种基金 总的加起来 其实台湾的国防整体经费 已经冲到台币5800多亿 5863亿元 占了我们GDP的2.6% 听起来将近6000亿台币 这蛮多的了吧 但是这跟中国的大约 2300亿美元 折台币6.8兆相比 我们还是足足差了有11倍之多 那根据我国的主机总处资料 今年度总预算 我们如果按照机关别来看的话 掌握预算最高的是国防部 再接下来才是 卫福部 教育部跟经济部 唯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才可以精准 才可以有效地因应 台湾跟中国之间 任何可能的危机 那美国跟中国两大强权 从贸易战 金融战 科技战 现在达到了资讯战 所以看完了地缘政治 还有军备竞赛的发展之后 特兰节目 我们想要跟你一起来看 无形的数位战争 回到整个条天市 杀时间滑手机的时候 你最常开的是哪一个APP 如果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脸书吧 在台湾脸书是最多人使用的 但是在世界其他角落 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用下载次数来看的话 全世界最热门的APP 第一名是短影音平台TikTok 再来才是你可能蛮常用的 IG啦 还有通讯软件 WhatsApp 今年一二月 TikTok它创造的营收 已经比脸书 还有Snapchat 还有Instagram跟Twitter 加起来 还要多了TikTok大胜 而且是多了两亿美金 那虽然校民都说 哎呀 抖音一响父母摆养啦 说TikTok呢 都是无脑屁孩在玩的 但是事实上 TikTok上面的影音内容 是真的很丰富 除了唱歌 跳舞的影片之外 还有教人做菜的 或者是一些DIY动手做啦 或者是知识型的影片分享 而要是你喜欢看的是 猫咪或者狗狗耍萌的话 TikTok上面也有 满满的毛小孩的影片 让你看到不要不要 这是为什么TikTok可以这么的红 因为你要什么 它就给你什么 但TikTok它当然不是做慈善的 被这些有趣影片的糖衣 给紧紧包覆的 很可能是无色无味 无形的毒药 因为有网路风险管理团队调查发现 你的信用卡资讯 你的每一个手机APP的账号跟密码 TikTok通通都收集起来了 Thank you very much 而且这些资讯 中国政府恐怕都看得到 对嘴唱歌 舞蹈演出 TikTok提供Z是带年轻人 展现才艺 发挥创意的舞台 全球有十亿人口 手机都安装了TikTok 脸书 Instagram都望尘莫及 TikTok母公司自己跳动 养了这样一只小金鸡 因此去年营收激增30% 达到850亿美元 主要都是受惠于TikTok里 企业踊跃加钱行销 TikTok用户和广告客户 对平台的热衷 丝毫不受爆出的资安问题影响 执行长周壽茨 三月底在美国不会听证会 被严刑拷问五个小时 不断重申TikTok的安全性 有国会议员笑称 现在能让两党有共识的 大概也只有TikTok的议题了 听证会上周壽茨被多次打脸 让一群TikTok用户决定跳出来替他说话 还有人祭出苦肉计 表示如果TikTok被禁 将会冲击他们的生计 95%的我的生计会会逃避 在夜晚会逃避 包括这整个社会的 创作者和客户 我已经建设了这个平台 如果TikTok被禁止 那会为我严重重申请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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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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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进TikTok就不透给谁 美国有过半数的州政府 全面或部分禁止在政府公务装置 与学校使用TikTok应用程式 然而在一般民众眼里 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我认为其他社交媒体的 我认为他们会用了 资料的选择 用什么内容 我认为其他社交媒体的 所有社群媒体都会透过数据分析 投放用户偏好的广告或天文内容 但只有TikTok在各大国背禁 不止美国 连亲中国家 澳洲 巴基斯坦等 都在提防TikTok 这个七成美国年轻人 都在用的APP 政府怎么还敢进 原因就出在TikTok宣称的 安全制 暗藏了许多谎言 基本上,Apps 不是只是收集的 用户 但是用户 用户 用户 TikTok 用户 其他網路的網路的歷史 澳洲資安公司調查發現 TikTok收集的不單是在平台上的操作數據 連用戶手機的照片 聯絡人 形勢力 還有你下載的其他APP TikTok全部都看得到 美國媒體BuzzFeed裡公布 TikTok公司內部會議秘密錄音檔 裡頭員工更提到 中國能看到所有的東西 顯然抵觸周壽茲的成湯震狗 Pixel是像小的偽瘋磯 我們每天都會用它 我認為中國不會把他們的資訊 和智慧收集的工具 現在TikTok非常強烈 就像飄在空中的間諜氣球 有人說TikTok是中國的特洛伊木馬 用糖衣包裝惡意的切資行為 美國想方設法希望字節跳動 放棄TikTok的投資 改由美國公司接管經營 然而這樣的倡議讓人善笑 是美國不願讓中國賺錢的伎倆 真正的數據災案問題 再度被模糊焦點 改變的擁有關 不一定會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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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我認為很關鍵是 有關鍵的資訊 有關鍵的資訊 TikTok爭議究竟是美中對抗關係的原罪 還是探究科技濫用 追根究底 症結點還是在數據所有者 掌握了哪些資訊 以及如何使用那些資訊 中國企業是否會放掉TikTok這樣一顆搖錢樹 兼特務間諜 從周壽姿的笑聲中 似乎也透露出了端倪 TikTok的短影音風潮真的是越來越盛行 而且內容也真的就是包羅萬象 這個影片你不喜歡沒關係 你就再往下滑 再不喜歡你再往下滑 滑到最後你一定會滑到自己喜歡的內容 然後城市呢就會記住你的口味 推更多類似的影片給你 全球使用TikTok的人口超過十億了 但這十億人暴露在怎樣的風險之中呢 今天的節目我們特別連線給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 沈柏陽副教授為我們分析TikTok的致命吸引力 首先我們想要請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關於TikTok有哪些事情是我們特別不能夠輕忽的 我覺得TikTok它的關鍵是在於說 因為它有演算法嘛 所以它會去知道說你可能會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把東西推給你 那更多它有比較多軟性的內容 然後再加上因為它的影片特別的短 所以呢它在這種快速滑的過程當中呢 會讓你的大腦呈現一種有點類似休息的狀態 那就有點像是就是要被洗腦的那個狀態 所以當你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的時候呢 你其實會以為自己很專注 但是其實你沒有專注在這些事情上面 所以就會變成為什麼大家有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我一滑一滑怎麼滑到好像一個小時 滑到兩個小時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這裡 除了吃掉我們的時間讓我們喪失專注力以外 那還有一個最大的疑慮就是TikTok的母公司 是中國公司 中國公司是受到北京政府管轄的 所以APP上面的資訊說真的 北京政府如果伸手跟你要 TikTok也不見得可以說不 美國軍方還有政府 甚至是澳洲加拿大日本跟歐洲國家政府 也都紛紛跟進 禁止在公務電腦公務手機上安裝TikTok 那請問您覺得這樣子的禁令是來自於政治的動機 還是對國家安全的憂慮呢 他們的國家安全比較多都是指公務員不能使用嘛 比如說今天他因為安裝這一個APP 所以他因為這樣把這一個公務人員手機的資料把它拿出來 又或者說有些人就是呆呆的自己要拍短片 就拍了那個軍營裡面的這一個影像 這也是有可能的嘛 那另外還有就是他們之前內建的瀏覽器 他會去看你的複製貼上 就是你今天複製 假設我今天在某個地方複製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要貼上去 結果他竟然去抓你的複製貼上的內容 又或者說他會直接去抓取你的照片 就是在你沒有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每隔多久的時間去抓取你電腦 或者不是電腦 就是你的手機裡面的照片 那假設現在他是一個公務人員 手機裡面照片有很多是機密的資料 那不就全部都會被拿走嗎 所以比較多當然是這方面的疑慮 那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國家 禁止公務員下載使用TikTok之外 台灣的數位發展部去年也以國家資通安全為理由 禁止公務部門設備使用這款APP 那請問教授您覺得這樣子的防範夠不夠 尤其是有專家擔心說中國恐怕正透過斗內 也就是打賞一些直播的網紅 來影響年輕人的認知 好不說政治認知 甚至影響我國的選舉 那您覺得我們政府的作為會不會有成效 我們目前當然非常不足夠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可以去轉到別的平台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也沒有直接去處理 又或者說我們今天剛剛講的 他對於資安的這一個問題 不是只有TikTok有資安問題 很多都會有資安的問題 這個我們也要處理 那更重要的事情其實就是 TikTok上面的內容 其實很多跟中國想要作戰的內容 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分析這些內容 這些內容到底 Trending 現在的議題是什麼 然後他可能會跟之前的哪一個議題 是互相揮映的 那未來有可能會打什麼議題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在以術發部來講 或者以國軍的政戰來講 其實要長期有系統性的蒐集跟分析 但是我知道像很多時候 有時候譬如說假設官員要做 或者書發部今天想要做 馬上就有立委說 你們在做網軍 做輿情監控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變成什麼事情都變得不能討論了 所以我們現在政府當然也有點動輒得救 只要一被講 就覺得說 好那算了 我們現在這種事情是不是先不要做 但對於國家安全來講 這種事情只要再拖下去的話 對台灣都是很不利的 他可以用TikTok 當作是給予你流量的一個管道 然後讓你在別的平台 去做某一些事情 這是我們之前有看過的手法 那你說成效高低這個不一定 我覺得像這種事情 第一個還是要抓準受眾 如果他在台灣有抓準一定的受眾 然後把這些人風向慢慢帶過去 當然可以說很有成效 那之前的研究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對於不藍不律的人 對於這個政黨傾向不明顯的人 有沒有使用TikTok 對中國的態度 是有統計上明顯的偏差 明顯的差距 就是有用跟沒有用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負面 對於綠營或藍營的支持者 就沒什麼差別 他們有用跟沒用 他們對中國的印象 都是擺在那邊 這也蠻有道理的 就是他們的想法 已經被政黨決定了 不是被TikTok決定 所以TikTok顯然對於年輕人 對於比較偏中間的選民 是影響比較大 那雖然TikTok的內容 很難去動搖 原本就有堅定政黨傾向的人 深藍或深綠的 但對於中間選民 這可就比較不好說了 那對於這一塊 您覺得政府可以 或政府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以國家的程度來講 最主要還是要一個 反混合戰中心 就是台灣應該有一個單位 他專門在分析 中國不同平臺的手法 他在不同平臺 上播什麼樣的消息 在Facebook怎麼做 在YouTube怎麼做 在LINE怎麼做 在TikTok怎麼做 然後要定時的去交叉分析 這樣才知道中國的手法 到底是什麼 這像很多有時候 就是我們民間 很多組織 大家互相在分析 互相在做 甚至有時候我們跟國外置部 在討論的時候 他也有在monitor 我有在monitor 所以我們就互相來 比對一下我們得到的資料 但這樣遠遠是不夠的 因為畢竟來講 我們民間組織 也沒有那麼多錢 真正有錢的還是政府 而且這個是國家的事情 國家安全的事情 本來就是有國家來做 可能是比較適合一點 那國家不是沒有做 但總之就是因為國家做事情 畢竟會有官僚的問題 也會有裡面每個人 想法不一致的問題 所以要怎麼去把這個unify 寫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北約其實針對俄羅斯這樣的進攻 都會有這個 我剛剛講的反悔核戰中心 就是卓越中心 這個卓越中心 台灣其實也有 但這個卓越中心 現在還沒有辦法得到 那樣的一個成效 所以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讓這個卓越中心 變得像北約的那一個卓越中心 然後他可以軍民合作 就是說他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民間也可以去貢獻他們的data 那我們就可以做政府 沒有在做的事情 那這樣大家分工合作 對於中國的分析 才會越來越精準 所以看樣子政府可以做的事 已經要做的事情 還非常的多 不過其實主管機關 可能也蠻為難的 因為現在AI興起 這是不是會讓社群媒體 還有短影音平台上面的事實查核 Fact checking 還有管理內容 變得更加困難了 我覺得比較麻煩的 就是AI的興起 一個是 這個AI 新的這個TrackGPT 它最主要是有對話的功能 它可以一來一回 那一來一回 其實在整個網路作戰裡面 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利用這種 一來一回的來跟你吵架 這就變成說 你以前會跟小粉紅吵架 你還知道小粉紅是真人 現在他用這個來跟你吵架 你吵來吵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跟你吵架的 其實是一個機器人 這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會變得 我們以後更難去偵測這種 去耗費我們時間經歷的這種小粉紅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生產文章跟影片的速度 一定會變得更快 但因為中國已經很快了 有時候我們包括是看一個網站 他一天都可以上傳五百篇文章 一個頻道 每個頻道 兩百多個頻道 一個頻道 每天四個影片 他們早就已經很快了 就是他能夠再多快下去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大概也是飽和了 大概也就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倒比較沒有擔心說 那一個方面 AI所造成的影響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語音合成 他們以前就有在做了 也不是現在的事情 就是去利用這種 台灣的政論節目的語音 去合成台灣人的語音 然後去念相關的新聞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就有比較有殺傷力了 因為以前的人會用一些語音 等等的方式去辨識說 這是中國做的 現在這種機葛亂爭之下 他連真的網紅都不用找了 他自己用AI的網紅 就可以有辦法去伸出台灣人的語音 然後唸出台灣人的句子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當然就是更為真假難編 我覺得以一般民眾來講 最能夠做的事情 是兩個啦 第一個是保護自己的資訊安全 簡單來講 中國的硬體不要買 就像裴若新那個時候 台灣有多少的路由器 全部都被compromise 所以中國的製造的機器 就是至少跟網路有關的機器 不要買 你說你衣服買的Made in China 這個沒有什麼嗎 那你家裡上網的那個機器 買Made in China 那個就會有疑問嗎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防止這一個 跟中國的硬體 攝影機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無人機啊 這些東西對我們造成的危害 這個部分的資安 我們要注意 軟體的部分也是 譬如說中國製造的軟體 中國的App不要去下載 這個部分因為它很容易 背後就有木馬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然後去竊取你裡面相關的資料 這是一個 那再來 再往後除了資安之外 比較重要的是 中國在做作戰 很少傳假新聞 中國大部分傳的都是陰謀論 陰謀論就是那種 你不太能夠用辟謠的方式去解釋它 東北叫陰謀論 譬如說台灣有外星人 陰謀論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提出證據說台灣沒有外星人 你很困難嘛 那陰謀論才是中國在擅長去打 這個輿論戰爭的特色 所以怎麼去識別陰謀論 以及陰謀論如果你有收到 你要回報給誰 台灣有很多可以回報的管道 譬如說買GoPen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你去回報對於研究者來講 第一個他們還會幫你闢謠 第二個就是你還可以讓更多的研究者 我們可以知道 多少的陰謀論在民間傳遞 那這對我們去分析來講 會有更多的這些 insight 那這樣我們再去分析說 中國的戰法跟守法是什麼的時候 等於是民間在蒐集情報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謝謝沈柏洋教授 我們分剖析了美中資訊站 還有TikTok潛藏的危害 這段節目盡頭轉到英國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在五月舉行的加冕典禮 屹歷數百年的英國王氏 他的財富 他的威望是怎麼樣累積起來的 全球聊天室我們馬上回來 回到全球聊天室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他的加冕典禮在五月六號舉行 那講到英國王室 我們除了想到 之前幾十年前在車禍中 蒼命的戴安娜王妃 還有賀法蒼蒼 時不時喜歡開個玩笑的英女王之外 我們也通常都會聯想到 王室他名夫妻是金光閃閃 富力堂皇的形象 那現任的英國國王查爾斯 到底多有錢 根據富比斯雜誌的估算 他的身價大概六億美元 這些包括了王室地產 還有他繼承的一些土地 跟文物等等 不過六億美元這個數字 只是一個估算 查爾斯到底多有錢 其實沒有人知道 因為女王遺囑當中 留下了多少給查爾斯 這份文件是要被封存九十年之後 才會公布給世人知道的 但這筆數目一定不小 而且因為他們是王室 所以查爾斯繼承了如此龐大的遺產 卻不需要繳出半毛的遺產贈予稅 從出生就含著金湯匙 直到俏辯子前一刻 就一生享盡了無數榮華富貴 但是王室成員 他們的錢到底哪來的 真的只要靠形象 不是生產就可以衣食無餘嗎 我們一起來看 半個世紀前 英國查爾斯三世加冕成為威爾斯王子 今年5月6號的加冕儀式 查爾斯將戴上王冠正式接掌王室 英國將會以音樂會和燈光秀盛大慶祝三天 不過和1953年女王加冕的規模 已不可同日而喻 因為碰到線下 英國生活非大漲的敏感時期 而這些慶祝活動都是全民買單 即使英國人普遍對王室好感度高 但查爾斯從王子變國王 卻讓有些人相當不滿 因而上街抗議 查爾斯在任王子期間 做了不少慈善事業 不過世人對他的功過 卻還是多著眼於 他和戴安娜王妃 悲劇收場的感情歷史 再加上查爾斯的小兒子 哈利王子 近來在媒體上 控訴王室家庭的不堪 讓查爾斯的繼位之路更是難行 這對他為了很大的公立問題 這對他為了很貴重的問題 這對他為了很適合 而他為了很適合 他為了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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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了長期觀察王室的專家認為 哈利王子的反動 不單是揭露家庭醜聞 也讓推翻君主制的支持者 撿到槍 每年英國政府 會撥給王室一筆金額 而這筆款項 過去幾年來只增無減 去年更首度破億英鎊 雖然英國王室有錢 但實際上 並不像大眾認知的那般富有 因為就連現任英國首相 蘇納克賺的錢 都比英國王室還要多 不過英國王室的十億住行 究竟都從何處供應而來 君主關帝白金漢宮 女王住所溫紗城堡 這些王室的象徵 事實上卻不歸他們所有 而是由英國政府所掌握 城堡皇宮和倫敦廣大土地 這些曾經為王室所有的地產 會變成國庫的資產來源 起因於過去在位者 多年來的豪奢無度 金錢使用上出現了危機 到了18世紀 國王才會向英國政府談判 把王室地產都給政府 要求政府給他們一些錢 作為交換 這也成了現金的君主撥款 政府透過這些地產賺到的錢 只有15%到25%會撥款給王室 富比市雜誌估算 這些王室地產價值高達200億美元 是王室資產中最賺錢的 不過僅透過君主撥款 無法支撑王室成員的生活開銷 所以英國歷史上 蘭卡斯特公爵康默公爵 早在五六百年前 就有遠見的購置了全英國 各種用途的土地 繼承給英國王室成員 所以現在王室靠著當包租公 每年也可以躺著賺20多億美元 21世紀現代社會有人認為君主權 已不符合潮流應該廢止 有人依舊將王室看作國家象徵 能穩定民心 世上等待王位繼承最久的查爾斯 70年後終於王冠加冕 卻面對個人名譽和時代的挑戰 要如何帶領王室成員 扭轉負面印象 將會是他加冕後必須努力面對的問題 每次英國王室舉辦公開活動 攝影記者還有民眾 都會用力給他拍好拍滿 而且除了場面盛大又漂亮之外 我們仔細來看這些照片 你會發現所有人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身上不論是婚禮還是喪禮 這些國王王子穿的都是軍裝 這身服裝當然不是穿好玩的cosplay 他們每一位都是貨真駕駛 受過軍事培訓的陸海空軍 就連過世的伊麗莎白女王 她在二戰期間也曾經在軍隊服役 歐洲王室跟軍隊之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過去是這樣子 現在也依然沒有改變 這些乍看起來焦貴的王室成員 他們經歷過哪些不為人知的戰爭訓練 我們一起來看 溫暖的毛皮羽絨 香鑽的高貴長裙 絲綢做成的鞋子 王室的雍容華貴從衣著中就能散發出來 不過王室成員可不是溫室裡的花朵 英國男性王室成員必須服兵役 是從17世紀就有的明文規定 而女性成員其實也經國不讓虛眉 一孤的伊麗莎白女王在海市公主的時候 經歷了世界二次大戰 白金漢宮被轟炸 她的父母親還是留在宮裡 與百姓共同面對危機 這樣的舉動鼓舞了大眾 也贏得了親民的美名 伊麗莎白更踏出了勇敢的一步 成為王室中第一位自願報名服役的女性成員 她也是在軍中學會如何開車 修車 當時的媒體都稱呼她為汽車公主 她的王室在其他社會的同樣 和其他社會的同樣 和其他社會的同樣 和其他社會的不同種類 這當時很不一樣 而且她的軍隊在她的軍隊訓練中 貢獻於軍隊的歷史傳承下去 繼任王位的查爾斯 曾在空軍及海軍受巡六年 在三支武裝部隊中 都得到五星的榮譽軍銜 查爾斯的長子威廉王子 也在軍中服務了將近八年 在陸海空軍都待過 並且是民用救難直升機的飛行員 而哈利王子的軍事訓練 更為扎實 他在軍中服務長達十年 甚至還兩度被派駐阿富汗 在哈利的回憶錄中更提到 他在阿富汗時殺了25位敵軍 很高興成為一個普通人 我認為這是最普通人的 我不會再得到 在軍中王室成員跟其他人睡一樣的床 吃一樣的食物 試圖讓他人感覺到王室無特權 這些王室成員接受軍事訓練 有他的歷史緣由 第一代的英國軍主就是軍事指揮官 他用軍權帶領王朝征戰各地 即使現在王室已經沒有實際掌握軍權 但這種尚武文化 還是流傳於歐洲王室變成傳統 身為一位軍人是種榮耀 所以他們在婚香喜慶的大場合 都會穿著軍服出席 去年初 比利時加布里爾王子也進入皇家軍事學院受訓 而他的姐姐伊莉莎白公主 在他之前就完成了軍事學院的魔鬼特訓 傅仲心軍開槍射擊 他通通都學過 同樣在各地的國民主義 需要有軍事學院的軍事學院 和軍事學院的軍事學院 這也許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特定的軍事學院的軍事學院 但任何人可以說 那些軍事學院的軍事學院 是非常高的 在學院中學院的軍事學院 是最高的 所以準備是很重要的 還要知道 不僅是軍事學院 但也要有能力 也要領導 17歲的西班牙小公主利歐諾 也是未來王室繼承人 形象甜美可愛 被人稱作迪士尼公主 在18歲上大學以前 決定先不去念書 而是要去入伍 展開長達三年的軍事訓練 在西班牙王室 但是貪腐醜聞禪身之際 小公主要去當兵的消息 成功轉換美光燈焦點 現代歐洲王室成員 紛紛在成年後踏入軍營 考量的不是日後指揮軍隊的實用性 而是在已無實權的君主制下 維繫著王室威望 當王冠的號召力不在 透過軍事訓練塑造形象 將數百年貴族的榮光 繼續維持下去 不只是英國還有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 以及跟我們鄰近的泰國跟日本 都是實行君主立限制 那數百年王室的榮光 到了下個世紀還有沒有辦法繼續閃耀呢 全球連線單元下段節目 我們要帶來當地人的第一手觀察 回到全球聊天室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限制的國家 這個體制遠遠留長 議會也跟君主互輔並存 幾百年來雖然經歷過了好幾次的改革 英國國內也一直有主張要解散王室 取消君主制這樣的呼聲 但基本上英國的政治運作 還是維持著百年來幾百年來 一模一樣的模式 那今天的全球連線 我們邀請在英國好幾十年 目前在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 政治系任教的副講師賴教授 來跟我們聊一聊他對英國君主制 有哪些觀察跟看法 我叫賴欣妍 然後目前是在英國待了 主要在蘇格蘭地區啦 待了第十一年 以近期的民調來說 英國將近六成的民眾 是傾向保留君主制的 那大概差不多兩成五左右的民眾認為 就是國家的元首應該是要民選 所以其實這兩個不同的立場 有蠻大的差距 支持與否這件事情 跟世代差異是有非常大的高度相關 所以基本上你年紀越長的 他對於要保留君主制 或君主制應該繼續 的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 那我因為之前有提到就是說 我大概蘇格蘭很久了嘛 那大家傳統上都認為就是說 喔蘇格蘭因為獨立公投的議題 或是過去一些歷史的因素 所以他們對於君主制 對於英格蘭的一些制度來講 會有比較不同的看法 但其實我蠻訝異看到民調的結果是 即使到現在蘇格蘭還有五成的人 是支持君主制的 那甚至他們覺得 未來蘇格蘭如果有機會獨立的話 他們也願意保留君主制 這一點是讓我蠻驚訝的 其實政治與皇室之間的那邊 就是所謂實質政治 比如說內閣啊這些日常的政治 跟王室之間的這種權限 其實他們也是奮進 也是維持的蠻好的 就是說你王室不會有太多的干涉 不像那些比較專制君主制的那種國家 他有過多的干涉 很多的紀念餅店外面都會掛著 Union Jack就是這個叫做米志祺 然後也有放很多王室相關的商品 那的確促進觀光 可是呢如果你相較 那我們就要問問看就是說 那到底王室貢獻英國觀光的比例大概多少嗎 那如果你考量就是說 2021到2022年過去那一年來看說 王室的支出有多少是英國人民需要去負擔的 其實那個比例是相當可觀的 因為2021到2022年大概大約末有1億2000萬英方 是由英國人民買單的王室支出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已經比2020到2021又多了17%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現在 英國這個Cost of Living Crisis的當下 他可能會造成一些英國一般大眾的不同的觀感 那這個就是未來就是即將加冕上任的這個 查爾斯國王他必須要面臨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就是 過去的這個民調裡面都顯示就是 查爾斯的聲望或者是支持度 或者是受歡迎的程度沒有來 沒有比就是疑似的女王來的高嘛 所以就個人魅力來講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也是對他的挑戰 所以現在在英國經濟狀況整體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叫做那個叫做通貨膨脹率已經到超過10了 超過10已經一陣子了 那英國王室他龐大的開支其實 的確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英國人民對於王室的觀感 甚至這樣子的效應會外溢到就是對於君主制 是不是能夠要繼續需要繼續保留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比如說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查爾斯國王加冕的這個儀式 民調也顯示51%的民眾認為就是這個加冕儀式 不應該由英國政府或英國人民買單 衛報就是英國最大的左翼的報紙 主流的左翼報紙 他的調查已經開始進行一些有關王室資產的調查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多多少少可能也會影響 那你更不用說民調也顯示 45%的民眾認為查爾斯國王跟一般社會大眾是有脫節的 所以你說未來君主制會不會改變或朝向共和事 我覺得都值得觀察 英國王室當然赫赫有名 但說到全世界最富有的王室其實不是英國 而是離我們台灣算是蠻有地緣關係的 泰國 泰國政府每一年都會發費供養金給泰國王室 2021財政年度這個供養金換算台幣的話高達3400億 這筆錢夠你拿去買26架波音747 剩下的零頭還可以讓你去杜拜爽爽度個架 這還只是供養金而已 現任國王瓦吉拉隆功 他在2017年把原本屬於泰國財政部管的皇家財產局 接過來給王室管 所以王室又多了400億美元的資產 愛怎麼花就怎麼花 前泰王湖美蓬他在世的時候是備受泰國國民敬重的 但他的兒子瓦吉拉隆功爭議就很多了 疫情期間他還時常帶著他的後宮加利跟侍從 在德國靠近阿爾卑斯山的小鎮 過著不食人間煙火的舒服生活 他在德國比在泰國的時間還要長 那還有他的私生活據說也非常的精彩 這個部分我們就只能夠點到為止了 泰國五月份將會舉行國會大選 君主制的權威會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 那到底泰國王室在人民心中地位怎麼樣 在台灣的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感受 所以今天另外一段全球連線 我們邀請來自香港 但是在泰國工作10年的Philis 來跟我們聊一聊他對泰國的觀察 我是Philis 我在泰國泰國住了10年了差不多 我是2013年5月28號來到曼谷的 因為我媽都是半個泰國人 但是以前是他說的 他說以前的皇帝比較有權力的 就是之前那個嘛 然後對人民也很好 後來就是每次泰國有事情 他會出來調停 然後後來他把那個軍權交出去了 那就變了一個比較像 代表一個國家代表了 他就沒有軍權了 然後你都很尊重他嘛 他的生日過 泰國人叫他父親了 沒有叫他國王了 他過生日那天叫父親節嘛 然後他的老婆 泰國人都叫他媽媽媽母親這樣 我也是聽泰國朋友說的 就是他們對於現在這個國王 我也有點意見 可是應該不會再亂講的嘛 因為會被抓的 好像是疫情期間嘛 他們有去遊行 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有時候你看到 某一個國家的人在網上罵他們 因為疫情期間 他跑去別的國家 過得很好 然後就沒有做過什麼 去幫助泰國本地人嘛 那我覺得人家生氣也是正常的 可是這種東西不能 就算在網路上也不能講得太明顯了 這種比較敏感的話題 我聽過一個老外在巴底亞那邊罵王帝 然後被人家抓了 我簡單講一句了 就用其他國家為例吧 就講以前的事啊 Revolution of Plants 那又發生很糟糕的事情啊 那個幾年啊 178090那個年代吧 那個國王很糟糕 他不是他的問題啦 他像一他老爸很糟糕了 花了國家很多錢 然後搞到國家沒錢 人民都過得不好啦 然後這個國王路易十六 他就加稅嘛 他就加稅嘛 人民都沒飯吃啦 國的很苦 那這樣子人民才會很不滿啦 真的如果你一個國家 每天有酒喝有飯吃 他們不會去有太大 不會想去有太大改變的 然後你要改變一個制度嘛 你除了要現在的國王做得不好以外 還要有一個風子 有一個很有能力的出現啊 就是像拿破仁那種啊 如果有這種出現的話 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可是我們現在回來看泰國啊 人民過得挺好的啊 工資也漲啊 房價也漲啊 然後有飯吃啊 有酒喝 有什麼不好的 然後我也沒有看到 像拿破仁這樣出現啊 怎麼會改變呢 我覺得在短期以內啊 我們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啊 我們還要考慮一點 就是他不在以後啊 他要把房塊傳給誰啊 這個會比較有問題可能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為您蒐集 來自全球的焦點話題 我是軍人王顯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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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